星期三中午大約12點 一名新穿深色衣服 戴口罩的蒙面男子 假扮顧客進入銅鑼灣紀理座寺街 11號商場一間分界專門店 挑選兩粒名貴鑽石 並要求拿出來看看 但是賊人看看看看 突然間一手搶走兩粒鑽石奪門而出 沿著扶手電梯走出商場套墟 店員大驚於是報警 警方接報講到 經初步點算 相信被偷走的兩粒鑽石 價值大約30萬 正追緝一名年約40至50歲的男子 灰白色短頭髮 案發時身穿黑色短袖上衣 及戴眼鏡 案件列作盜竊 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